兄弟们 米浙福又上线了一位新熊伊浮兰 他又叫寡妇 定位打野 断完两把后我才发现 这英雄比男人我还要可恶 前期伊浮兰不好看 我帮你们剪掉了 转之前先用一技能存个隐身被动 有了隐身和没有隐身的伊浮兰 那就是等于一个战斗率只有1000 一个战斗率有10000 况且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 敌人节战斗率起码有1个亿 这波我承认我有些冒失了 不过还好 配合小乔勉强拿着他 孙侧家高剑离 核爆传组合非常强 非常强 非常强 不少玩家就是因为这个组合气得差点退油 那今天不一样 新熊伊浮兰就天克核爆传组 注意看我的细节 三技能嘲讽 二技能击飞控制 这样一技能把孙侧刷掉 他又开大 大手拉开 再用 小乔真是好操作啊 虽然这波我被打了个大惨 但总体还是赚的 不过想想小乔刚刚的操作 我怀疑这是个细作 所以把小乔收了 还想跑 他想叫人 真是好笑 你觉得谁能救你呢 再去上路用大招把顿山嘲讽 哎 孟奇看到我为什么不跑呢 受了孟奇做掉顿山 我装备也算勉强成型了 但这还远远不够 所以我们要去吃一波野草 可以看到吃了草的衣服呢 体型明显变大 但生命质变化并不是很大 也就从5000点变到10万点而已了 那我现在要去EVA9了 希望语音系统也赶紧跟上吧